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好奇 为什么藕粉可以变成透明的糊状吗 有时候早上胃不舒服 就会直接冲泡一碗 藕香斋的古法纯藕粉 好吃是好吃 就是有点小贵 今天下班回家早 所以打算在家复刻一下 看看七斤的藕 到底能做出多少藕粉 把藕切成小块 再加水打成藕泥 打好的藕泥 加一些清水冲开 再用纱布过滤掉渣渣 剩下的水放置五个小时 让它完全沉淀 倒掉表面的水 剩下的就是藕粉了 果然留下的都是最精华的部分呀 旁边的家 所有附近的菜店都没有粉藕 所以我买的是脆藕 出份量会少很多 你们一定要买粉藕呀 用纱布裹紧一会儿 再切小块 放在阳光下晾凉 或者可以烤箱烘干 藕粉就做好了 平时喝古法纯藕粉的时候 没觉得七斤的藕 才做出了不到20克 虽然不难 但是真的很费时间 对比藕香斋家的古法纯藕粉 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 毕竟他们家是杭州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味道确实正宗 教你们藕粉的冲泡方法哦 其实真的很简单 一瓶盖左右的藕粉 加少量的冷水搅匀 再加入刚烧好的废水 一定要是刚烧开的废水哦 立刻搅拌到透明状就好了 简单又养胃 听到吗 我看到你 词词 那天山山山山山呃 你能让연与人 这可能会